而至于山上虎队在这场比赛排出的防守阵容是由黄武雄担任先发投手 图手是图中男 一类手是陈震忠 二类手是郑姓生 三类手是侯明坤 游击手是英霞 左外野手蓝文成 中外野手黄世明 右外野手是林仲秋 那么今天先发投手黄武雄在值班二连出赛了33场 四胜420巨人成功 3.06的投手反应率排榜第12节 去年的球季他表现比较好 六胜670巨人成功 今天用左投手来对付中日队 可能就是要让中日队看能不能适应到左投手的这个球路 现在中日龙队第一棒清水上场 打击出去本里后方的一个界外球季号 一好球一次 前面两张比较两成五零的打击率 那么两次安打 打数是八支 清水原来他是这个 他们的这个倒垒王 在投出是一个偏低的坏球 球数形成一好球一坏球 今年球季二军的这个西区联赛倒垒王 三十四次 清水 黄雄这球投出打击出去右外野方向的一个高飞球 右外野手林仲修拼命去追 结果没有接到这个球 再计好球一次 球数形成了两好球一坏球 前面两场比较第一场有两次安打 那么第二场对卫拳队五个打十没有安打 同时有过两次的这个三阵纪录 今天在台中所进行的比赛 内野是做了还算大概有八九成 但是外野观众人数就少了一点 不过今天这场比赛应该要比第一场第二场 看起来要多一点 现在才开始比赛应该会比第二场是比第一场多 五千五百二十 逃球把第一棒清水三阵出局 这是黄虎雄今天出现的第一次三阵 在他们今天的这个主审来自日本的组队裁判 中央联盟的副裁判长 五十四岁 他到去年为止 执行了有两千八百六十一场 二十六年的这个采棒的这个经历 中央联队第二棒远田上场 球会放落空 击好球一次 球数一好球 没有坏球 一人出局 前面两场比赛还没有出现过安打 不过第一场比赛他是出来带跑的 四个打数没有安打 有一次三阵记录 他的道理功夫不错 黄虎雄接连投出两个好球 第二个球 远田并没有挥棒 球数两好球 没有坏球 黄虎雄非常擅长投变化球 这球在投出这个偏低的坏球 球数形成两好球 一坏球 打者仍然是中日龙队第二棒远田 这球在投出明显是一个偏高的坏球 球数形成了两好球 两坏球 远田他是一名左右 都可以胜任打击的球员 五年的球龄 这球是一个团内后方插棒界外球 当然是两好球两坏球 二十七岁 高中毕业之后到新日铁市蓝队 业余的棒球 八七年才投下中日队 球挥棒落空 接连两个三阵 现在是中日龙队 上半场第一局上半的进攻 目前已经两人处局 都是被黄武雄三阵 照黄武雄今年全年的防御力三点零六来说 并不算是很好 但是他擅长投这个变化球 可能暂时会把中日龙队的打击活力给压制住 对刚开始第一轮 客队可能还不适应这个球路 事实上他的球最快的时速 在这两年来是个人最高是133 这种133投这个直球是不行的 一定会被打到 所以尽量用这个变化球来对付这个客队 中荣队三帮是松井球术 一好球一坏球 今天球局黄武雄四场胜头 赢了统一三场赢兄弟一场 也有四场拜托 输了卫拳两场 统一兄弟各一场 我们看到现场还是来了不少三场队的球迷 红翔再投出偏打着外侧又偏低的坏球 球数形成了一好球三坏球 小森来我国参加中日对抗赛 目前打击率是一成四三 结果黄武雄投出了四坏球 把松井保送上一类 这也是黄武雄今天出现的第一次四坏球 现在出场的是我国旅日的大炮陈大风 出场就立刻博得现场观众的一个热烈掌声 昨天在新竹五个打席里面 其出过两次安打 有一次四坏球 黄武雄必须要小心 那么同时有过一次全力打 昨天拿到MVP奖 然后又拿到全力打奖 因为昨天比较只有他 几次过一支全力打 陈大风在今年的球技不错 他的打击率两成八三 那么个人有过26支的全力打 72分打点 他曾经在六七月份那段时间 在中央联盟打击率排跑 曾经到过第一 那个时候一直在三层多的这个打击率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三双虎队的投手黄武雄 还特地的跟捕手途中的来商量一下 怎么样来对付国国这位旅日的强打陈大风 陈大风是在1989年加入了中日龙队 1988年是当店牺牲 这球投出是一个好球 球数一好球没有坏球 然后在1989年替中日龙队效命之后 越来表现是越来越好 可能有取代这个日本中日龙队的 这个强达者的一个地位 对他现在是第五棒的这个打席顺序 那么在日本直棒一军里面 能够在三四五棒 尤其是第四棒 那么非常的不错 陈大风他是台中人 东风国中毕业的 然后到华兴高中的时候 到明古商业大学 他进入中日队之前 先担任一年这个练习生 因为担任练习生的话 其他的球队就不太会把他指名 万一指名的话 因为他在明大的时候 明古大学的时候非常的打击非常好 大家抢了一样 这球在投出又是一个好球 球数形成了两好球一坏球 打着仍然是中日龙队四棒强打陈大风 他在明古大学的时候 四年下来有24支的这个权力打 在爱兹大学联盟联赛里面 是记录非常的高 投手黄武雄刚刚又做了一次软性的牵制 可能是要缓和自己的情绪 球数两好一坏球再投出 是一个偏打着外侧的坏球 形成了两好球两坏球 黄武雄面对陈大风 显然是压力相当的大 目前在一垒上的是松井 获得四坏球保送再一次软性牵制 第一年球季14支全力打 第二年26支 加起来40支 那么第一年两成三三的这个打几率 黄武雄在投出 结果这个日期的这个裁判 判是一个偏高的坏球 球数形成两好三坏满球数 他后母亲今天也到车场来为陈大风加油 昨天在新竹集出了一支很大号的 右外野的两分打点全力打 风动一丝 黄武雄显然压力蛮大的 一直在做这个软性的牵制 碰到这个强打者 有时候要稍微逗他的心理 在投出就是一个偏低的坏球 接连两次四坏球 把陈大风保送上了一垒 目前中日龙队共战了一二垒 在一垒是陈大风 二垒是松井 这两位球员都是获得四坏球保送 而现在上场是中日龙队 第五棒蓝模里 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 曾经说过这个中日龙队速度相当快 就要稍稍防备他们 两场比赛两层五零的打击率 南模里 攻其线的 目前南模里的球术是一好球没有坏球 中日龙队共战一二垒挥棒 就是一个擦方球再继好球一次 球数形成两好球没有坏球 在一垒是陈大风 二垒是松井 这一名球员82年加盟这个板击队 89年这个因为板击队卖给了欧力 今年才从这个板击队转到中日队来 黄雄这一球在投出 是一个偏打着外侧的坏球 球数两好球 一坏球两人出局 中日龙队一局上半的进攻 在他过去七年的这个一军比赛里面 三百五十场 四支只有四支全能打 两成四四的打击率 南模里 黄雄接连投出两坏球 不过他的年轻有一千一百万 他应该不错 在日本吃饭来讲 有一千万 就是在一二军之间 那么超过一千五百万 差不多都是在一军里面在效劳 那么我们知道 日本一军是二十八名球员 现在球数形成了两好三坏满球数 中日龙队一局上半进攻 两人出局 两人攻占了一二类 我们知道郭元智年纪相当高 七千六百万之年 对 七千六百 明年可能会超过九千以上 九千万以上 今年他拿到十三胜 然后十三胜是凭他个人的最高 个人最高纪录 打击出去 右外方向的一个界外球 我们刚可以看到中日龙队数相当快 已经开始在跑累 可惜是一个界外球 球数仍然是两好三坏 打者是第五棒的南谋里 黄雄这球在投出游击方向的一个滚地球 有一只接到快船 一垒封杀出局结束了一局上半中日龙队的进攻 现在双方比数是0比0 再来看看刚刚那球慢动作重播 打击出去 球落到了游击方向 英霞跑了几步 接到之后没有停下来立刻快船 一垒在一垒前把南谋里封杀出局结束了一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现在比赛二局的上半轮到中日龙队进攻 结果刚可以看到第六棒长谷步打成了二类方向的一个反弹球 找到封杀出局 二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目前是一人出局 接下来上场轮到第七棒的秦哲 秦哲他 今年二军有过两次的这个群内打 目前球数是一好球 没有坏球 一人出局 二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再投注又是一个好球 球数两好球 没有坏球 二局上半中日龙队的进攻 打者是七棒 投手指定打击 秦哲 前面两场比赛只出赛过一场 一个打数 没有安打 同时有一次三战 再投注又是二类方向的一个反弹球 二类手接到快传一蕾 郑姓生传一蕾封杀出局 中日龙队二局上半进攻 很快就二出局 大家看看这个慢动作重播 黄武雄投注 打击出去 朝二类方向的一个反弹球 郑姓生接到之后跑步当中 快传一蕾封杀出局 二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目前已经二出局 接下来轮到第八棒是山本 目前球数没有好球 一坏球 中日龙队二局上半进攻 已经两人出局 再投出挥棒落空 再击好球一次 球数一好一坏 两场比赛 两次安打 七个打数 那么打击率两成八六 黄武雄这球在投出 是一个偏低的坏球 球数形成了 一好球两坏球 那么他也是 前面两场比赛 唯一击出过 三连安打的球员 三本 这球打击出去 游击方向的滚地球 鹰霞接到船 一蕾封杀出局 三本在一蕾前遭到 封杀二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三上三下 快结束了二局上半的进攻 大家看看这个慢动作重播 黄武雄投出之后 打击出去 二蕾方向 朝着游击方向的一个滚地球 鹰霞接到之后 快传 一蕾在一蕾前把三本给封杀出局 结束了二局上半中日龙队进攻 目前比数仍然是1比0 三上虎队领先 一块骨断 不过骨断